如果你现在台股已经破2万了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还有什么台股可以是个不错的标的 有机会标股一下 那其实看这个节目 很多人都是很用功 都知道要看财报的重要性 不过财报分析常常被大家质疑了一点说 好像是开车看着照后镜 因为那都是过去一个月 或过去一季的成绩单 不过财报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数字 可以拿出来分享 甚至领先挖到股价会飙涨的潜力股 那我其实把这个财报选股分成了 白马 黑马 跟千里马 那我先讲什么叫白马股 顾名思义啦 就是你就知道这家公司呢 它获利的成绩单真的很出色 真的很棒 但是大家都知道能见度就高 那通常这个股价呢 也是在高位阶或不便宜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待会再来讲 那先来看一下就是说 所谓的基优生我的定义 其实很清楚 你就去抓出它的毛利率 是不是呢 跟上一季或跟呢 去年同期相比 它有明显的成长 而且呢 这个所谓跳针的幅度 是越大越高越好 那另外呢 或者说看它的一个毛利率 是不是能够有连续 至少两季以上的提升 那因为毛利通常被视为 就是一家公司的竞争力 或者说它的护城河 所以其实毛利率 如果越高的公司 它往往就代表呢 在这个产业当中 它是跟其他的竞争者 是有拉开它的领先优势的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本业的营业利益的成长率 希望能够大过于营收的成长率 也就代表说 公司的管理能力变得更好 而且它的一个整个产品组合 也是呢 持续往对的方向 那这边就举例一档股票 820情城 那这个其实以前也是很多人 存股喜欢的标的 但是后来 因为AI的崛起之后 就大概去年到今年 这短短一年多 直变带来量变 以前它是营收获利稳定 股价也温和 就现在呢 这个股价就变成呛纳了 非常不温和 对 那其实就在录影这个时候 它其实股价已经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就回头讲 刚才提醒大家 白马股通常呢 因为所有市场上的人 大家都正量已经盯着它 很容易就是呢 可能就会反应上去了 对 所以你必须要点耐心 要么就等它呢 量说整理过后 那或者说呢 碰到就是整个行情总是会有比较不好的时候 万一有股灾或者说大盘转弱的时候 通常它们会受到拖累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好买点 因为呢 超跌就会让白马股浮现它的超额报酬 对 那不要不相信说 那现在就很强 那忍不住就想要跳进去 哪会跌 那它都不会整理 没有没有 其实很多好股票的买点真的是等出来 对有些人比较优雅 他喜欢这样慢慢 也算人静自己想自己思考 就像我们现在要从谢总编的 池子里面的那50档呢 再找出个几档来聊聊 欸未来你比较看好的潜力股 我看到你有挑圆柏喔 对这是今年刚刚 欸刚刚 关注的啦 对对嘿 第一个圆柏它家股价很低嘛 32块 对 所以小资族入手 甜甜价 但它配息很好喔 它今年配1.6块喔 真的喔 所以你算算它殖利率多高 那为什么是圆柏 其实这有一点就是 生活经验啦 我那个住板桥嘛 那那个我家离板桥 大圆柏蛮近的 我常去那边吃饭 带小孩子啊 带我太太去那边 生意都非常的好 大圆柏 然后走几步路 隔一条街 就是小圆柏 两家生意都很好 但是我发现它最 所以今年最让人家期待的就是 大巨蛋 哎呀 不夜城 讲到重点了 对对 那个圆柏的SOGO 已经标下大巨蛋的商场 它的 那个面积啦 楼地板面积 3.6万坪 我们那个大圆柏大概4万多坪 4万5万坪 所以面积很大 而且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那个大巨蛋 最近在举办球赛 哇 那个票一下子都卖光光 对 而且你说要办演唱会啦 明年就要办棒球经典赛 哇 以后那边你知道吗 都是满满的都是人潮 我已经去看过球赛 我简直走不出来 对 人潮就是前潮 真的 而且以后 那边的餐饮 SOGO它近距了 SOGO是圆柏旗下的一个 我觉得非常需要 因为我们要买个吃的都很难 对 就是一两个小摊而已 24小时营业喔 是全天营业 还有酒吧 餐厅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那边 应该会蛮赚钱的 这样让我觉得好多画面 光那个题材性就很 就十足啦 真的 不仅是那个刚才讲的 那个大巨蛋而已 所以我就讲 我是觉得 电商对圆柏 对实体通路这几年 真的是蛮大的冲击 但是我觉得它已经 冲击已经开始在落化了 嗯 冲击到这个程度 大家都知道说啊 还是实体的百货公司 有很多 很多的功能啊 网路上没办法做到 没办法 你可以去网路 可以去吃美食街 吃一碗牛肉面嘛 闻一闻味道 对啊 很难嘛 还是要去美食街嘛 对对 你假如要买真的名牌 嗯 还是要摸要看 对 要人服务 买一套衣服 那可能 五六千八九千 你看看就好了 我买一双鞋子 四五千 要买名牌的 要试穿吗 一定要试穿 这个百货公司你无法取代 所以现阶段来看原百的话 如果只是做文件存股的话 没什么大问题 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它 现在股价啊 没有反映到 我刚刚讲的大巨蛋的不业程商机 还有以后的高雄台中 新竹的原百以后的潜力 都还没反映出来啦 所以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档 那另外就是黑松了 你真的果然会挑一些 我比较不会注意到的产业 黑松是咱里面的黑松 对 然后我跟黑松我这么看 我认为黑松 可能是下一档莲华食品 你知道莲华食品吗 莲华我知道 我吃了饼干啊 那个都是莲华 拜拜的时候都要买莲华 洋芋片 那你知道莲华食品 他在大概四五年前 股价只有三十几块 然后一路飙到八九十块 那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他 他有转型 他开始做 做那个为那个7-11 全家供应饭团 便当 鲜食啊 他除了一个休闲零食部之外 他好几年前成立一个 叫做鲜食部 就是做饭团 而且这越受 越很受欢迎了 对 那鲜食部的那个营收 获利啊 真正日上 哇 那就有想象空间了 获利也增得起来 所以股价从 二三十一路 涨到现在八九十 黑松也是一样 他们要做什么了 大家以为黑松就是汽水 沙士 对不对 其实他这几年酒类 越做越好 五八斤高是他们家的 除了他是台湾总代理 除了金高之外 他都只知道金高 黑松已经代理十几支啊 葡萄酒 大概有20支葡萄酒 代理进来台湾 你在那个全联啊 人间度很高的 还有那个秋雅美酒 也是他的 还有两支 还有萨茄 还有威士忌 他的酒类的营收啊 经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努力啊 他的酒类营收快跟碳酸饮料 并驾齐驱了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下一档 莲华食啊 莲华食因为休闲食品 大家讲说怕吃了会胖 然后就不太吃了 做先食 其实也没有啦 还是照吃 而且他一直创新什么 什么什么三杯鸡 口味越来越多 很过分 害我一起吃对不对 黑松也一样哦 他这几年的产品的创新 在汽水上 也是成绩非常好 他也有气泡水 什么强碳酸 最近就推出一个啤酒味的沙士 我自己买来喝 虽然是不太满意 但是我觉得光创新的这个 企图性就让人家很肯定 是不是走很像莲华食品一样 有新的项目进来 有新的产品线 蒸蒸日上 旧的产品线也是不断的在创新 获利也慢慢的一直提升 所以EPS表现也真的不错 EPS也很好啊 大家可能还忽略一点 还有微风广场 不动产 除了不动产之外 他持有微风广场25%的股权 微风广场这三四年其实都做得不好 甚至在疫情之间还亏钱 去年获利也不好 只赚了不到一千万 今年开始变好了 光今年第一季的获利就一千六百多万 快超过去年一整年了 也给他整个体质调整好了 所以他有很多个彩蛋 藏在黑松里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的去 我就是喜欢这样 没有被大家挖掘到 但是他其实是很有钱 对 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现在股价也是40出头 配息两块多 那也还不错啊 殖利率不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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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